欢迎大家收听自由亚洲电台的维港爱梦 我是林冀 七大工业国集团 大家称为G7 就在伦敦开了一个外长会议 这个外长会议开完之后 这些成员国就发表了一个联合公告 是最严厉的去批评中国和俄罗斯 主要当然大家在我们所讨论的范围里面 就更加是讲中国的问题 因为俄罗斯大家都知道 乌克兰以及俄罗斯之间的领土糾纷 克里米亚半岛 以及其他俄罗斯最近在欧洲所做的一连串事情 都挺多的拗叫 但除了俄罗斯之外 大家的焦点都放在中国 因为很少直接地G7和中国是有这么多的拗叫的攻击 以及就算指控几样东西 包括指控北京就此主经济力量去欺凌其他国家 所以成员国就说将会加强这个集体行动 去阻止中国用一个脅迫性经济政策 以及去对抗有关于中国有关这些问题的方面的做法 还有另一件事当然就是说 这一万二千字的联合公告 就批判一致地批判中国打压人权 刚才说的经济的规范问题 还有关注有关于西藏和新疆的小数族裔的问题 包括再教育营 强迫劳动 以至绝育的报告 以及再要求北京尊重香港的高度自治 也就是中英联合声明 有关于台海以及南海的和平 台湾问题方面 首次联合地一次过表态去支持台湾出席世界卫生大会 这个台湾方面的问题 就令到台海那边 台湾方面非常多的讨论 就说两次提及台湾 然后就令到台湾方面 就觉得G7今次就非常 他们的外交的成果 和外交的一个所谓的突破 令到G7七大工业国 同时就支持台海和平 今次这个G7的会议的结果 就令到中国 其实都有一个非常大的反弹 包括你看到近几个月来 甚至虽然Donald Trump 已经是退了 不再做这个美国总统 就换了拜登 但是很多时候 我们看到中国的外交的辞令 是没有变到一样东西 到近期三月份都见到 是不断强调的 就是支持多边主义 就反对这个前美国总统Donald Trump 的单边主义 这个多边对单边的说法 终于来到现在这个G7 这个所谓的集团成员国 对这个中国的批判之后 就改了口了 现在突然间就说了 这个中国外交部回应 强烈谴责七国公布 严重干预中国内政 习近平就跟这个联合国秘书长通电话的时候 就意有所指地说 哎呀 各国就不能够藉着多边主义之名 就拼臭小圈子 搞意识形态的对抗 问题就来了 之前一直以来 你看到中国外交的说法 都是说我们是支持多边主义 支持国际社会的合作 就不是个别搞这个单边主义 搞这个孤立主义 于是乎就讲到 多边合作 只要大家合作 只要大家打多边 于是乎中国外交就接受这件事 但现在 一个新的说法 就是 你就算搞多边 都不可以搞小圈子 如果你搞多边主义 拼臭小圈子 搞这个意识形态对抗 都是不行的 问题就来了 现在就说 你先前就说 不要单边要多边 现在给个多边你了 你就说这个多边是 小圈子来的 就不侵我玩的 所以这个是 不对我玩的 就是一个不对的多边主义 就是一个假的多边主义 当然香港人就百般滋味在心头 很多香港人一直就说 反对小圈子选举 反对搞小圈子的政治 只不过 有些人就说 小圈子都有广泛代表性 现在同样道理 用同一个标准去审视 不知道这个七大工业国 是不是也有广泛代表性 涉及这个七大洲 五大洋 各自都有代表 去成为这个七大工业国 但是问题就是 当然你就在那里争论 你要续续去争论 究竟它有没有代表性 但它也代表了全世界最强大的一些国家 那这些最强大的国家 表了态 那你是不是可以 就是中国可以不理会呢 这个就是最大的问题 意思就是说 一直以来 中国的外交部局 就常常觉得是一个 单边的Donald Trump 只要拉拢欧洲 只要拉拢其他发达的工业国 这样美国的独脚戏 就没有气唱了 但现在的情况好像严重了 意思就是说 不单只是美国一国 而是连着欧美 很多不同的发达国家 大家都有共同的理念 以及共同地去质疑 中国某一些的问题 包括经济 所谓的经济侵略 他们的意思 他们口中的经济侵略 以及他们口中的经济的 就是报复主义 就是比如你看到澳洲 和中国之间 不断开拖 不断开火 讲那些说话 这个是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信息 就告诉大家 原来和中国之间的政治上 出现问题的话 就会出现一连串的经济问题 包括什么宗旨 和你的对话等等 那你就见得到 这些所谓的 他们指控中国的一个所谓欺凌 一些所谓比较上 就经济规模 没有那么大的国家 所以现在的情况 就变成他们要联合 一起去对抗中国 那一个联合对抗中国 是不是会令到中国低头呢 那当然中国很强大 大家当然不会有 这个所谓的质疑 但是问题就来了 现在人们全部说 不侵你玩 大量的 比如说之前 上年年底搞定了的中欧投资协定 现在的说法 就已经去到一个 接近胎死腹中的一个地步 实际上已经等于取消了 虽然没有一个正式宣布取消 不过已经去到一个地步 就说 现在近月的互相的报复和制裁之后 就令到暂停批准了 这个中欧投资协定 不再去继续批准下去了 不再批准下去了 已经变成一种 叫做胎死腹中的一个现象 所以甚至还有欧盟 现在推动一个新的法案 将会是限制中国资金 去求平一些欧洲的企业 甚至是禁止中国资金 去参与这个投标和招标 于是乎 这种变相是令到 不是很侵中国玩的一个经济模式 才令到中国外交部 终于这段时间 是一个比较上招级的说法 就不是只是说反对单边主义 是反对就算你是多边主义 不过搞小圈子都不行 是吧 但是现在的问题就在这里了 当如果人家对于 你的人权标准 有很多质疑 你就在那里说 这个是严重干涉中国内政 但是问题就是 人家是有这个质疑 和人家是觉得 这个你是不能够这样做 那你是坚持 这个是一个中国内政 那大家各自有各自的坚持 你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是吧 然后这个问题就对于很多中国外交的说法 或者一些中国的一些所谓的亲近的人士 他们的说法就是 不是 我们很强大的 现在这个时和势都是我们那里 所以我们会继续 就尽一切就不理他了 那你对自己很有信心 也都是对着现时的疫情的情况之下 对中国有无限大的信心 形势对我们有利 是吧 那你可以尝试去有风使尽利 但是当你决定这样做的时候 产生的对抗意识 产生的反对中国 现在这种的外交的意识 就是所谓战狼外交洗到尽的意识 是不是可以有奏效呢 那很明显 之前就觉得 我们用这种方式 可以令到孤立美国 甚至美国的盟友 就会因为在Donald Trump的一种 外交的手法上面 就会可以不用理我了 但现在你看到 拜登上台之后 很多国家都叫做归了队 然后就一连串的行动 就包括 就是个个在那里 各自讲自己的事情 包括英国就讲 这个中央联合声明 澳洲又讲 这些什么反制裁 欧洲又是讲 这个投资协定等等问题 美国又讲 自己的不同的议程 这些在目前来讲 都可以说比较上 就是一个口水的地步 所以有很多人就讲到 那你其实 这个七大工业国 只是一个所谓的声明 联合声明 都是发表一些言论 都没有一些实质的政策 但当有政策的时候 其实就是一个 比较上已经太迟 就做成一个失变了 这个就是欧洲民主社会的一个特色 特色是什么呢 它的审视就不是一些 所谓好像你的独裁政权那样 可以很快 我今天就可以禁止你 明天就去报复 后天就去做一些新的制裁 这个就是所谓的 独裁国家所拥有的效率 民主国家就不是这样的 它是需要一个政策的 一个理定了 接着一个酝酿的过程 一个讨论 然后就慢慢变成了 改变了一个事实 和独裁国家最不同的一样 就是独裁国家 今天可以禁止你 明天可以解封 它有非常大的弹性 今天做什么 明天就可以做什么 但是对于这些民主国家来说 就是说 它副机器要么就不动 一动就慢慢地动 一慢慢地动了 就变了就没得回头 所以现在的问题就在这里 很多人就见到 欧美的缓慢的反应 就会有一个以为 自己就放下了松懈 就以为不是啊 欧洲佬都是只有个港字 美国佬都是只有把口 很多东西只是姿势来的 没有这个实际的动作 但是当一些实际的政策 和措施搬了出来 真是通过到 真是被它过得了的时候 你要回头 就真的非常之困难 尤其是现在这个局面 和这个环境 你想想 当年六四之后 你都需要解封 都要用一段时间 还要当时极度亲华的 一个所谓经济的背景之下 也都经济好景的环境之下 所以做都需要一段 很长的时间 何况是现在 所谓坚持大家争论的问题 从来都没有解决局 都没有任何可以解决的迹象 所以未来下去的呢 中国会面对着一个外交困局 就是所有发达国家 不是很侵中国玩的情况之下 中国就要倚靠那些所谓 一带一路国家 那些突然间 比较边缘的地方的国家 例如欧洲除了匈牙利之外 还有没有朋友呢 可以找一下土耳其 都要勉强 因为你伊斯坦布 已经入了欧洲 再找一下 还有这个前南斯拉夫六个 共和国之一 现在叫北马其顿那个 就送些国药给他 给他打 就是元首的疫苗外交 专门将中国国药的疫苗 作为一个外交礼物 四围去送 当然你可以巴结到 一些所谓的国家的领袖 领袖和领导人 但之前好像秘老 已经是一个反效果 就是利巴结了他 转过头就被人揭露 原来他就违规偷步打 然后又要退回 然后又变成被人弹劾 去到菲律宾 外交偷步打完 打完之后 就说不再被人打了 于是要退回疫苗给中国 一连串的这类所谓的疫苗外交 的而且确可以达成一些目的 但这些叫走肉朋友 帮得你多少 尤其是发达国家 根本就不稀罕你的疫苗 也不稀罕你的所谓的 很多额外的东西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中国外交困局 就是说你面对着 你是拥有一堆 就是所谓二三三四线国家 甚至主要都是一些 发展中国家的支持 你就用一些疫苗各方面 去买这些人情 是有一些作用的 比如真的在一些 窮国的情况之下 但是 反效果也是非常明显的 意思就是说 你继续依靠着这些集团国家 对于这些发达国家 就是你是在搞一个新冷战 虽然他觉得 他自己不会承认 包括你看到最近美国国务卿 都不断去说 我们就不是要围堵中国 不过 不过是要应对 中国的一连串的政策 所以这个问题就在这里了 大家都不承认自己搞新冷战 大家都不搞一个集团拉帮结派 但实际上就是搞拉帮结派 就是搞两个集团之间的对碰 所以没有这个新冷战之名都好 都有一个新冷战之实 就是大家互相 就在找自己的盟友 去支持自己的一些立场和政策 而这种的集团式的对抗 就算不承认 是发生了 也都发生着 而这个发生着的过程里面 对于中国的外交困局就会在这里了 这个战狼外交继续四围去 辣庆很多国家有制裁各方面 以前就以为不是 我们个别谈的 譬如对澳洲的报复 对台湾的报复 然后或者对台湾的 澳洲的一些制裁 或者它的措施 专门针对他们 他们被我们欺 经济规模大概几十倍 不怕 但是 现在见到的反效果就是 你是这样做 别人就开始踩过界了 你说不关心 你很不喜欢台湾 他就说 我台湾那里 我支持他入世界卫生组织 当然得个港字 都可能未必成事 台海问题 南海问题 开始复杂化了 别人就说 我们要加强防御 加上甚至是会 如果你真的要打仗 就会出兵 澳洲都在说 以往这些天方夜谈色 他们是不会讨论的问题 现在 他就明显然 看你眼眉都要讨论的了 所以现在的问题就在这里了 当你中国的战场上面 拥有这么多不同的变数 有这么多盘旗 同时间和不同的国家 在捉紧 对方现在就全部集中起来 一个集团式的对抗 这个中国外交 继续用一个这么硬 四围去对碰的一个手法 是不是对呢 还是其实就是这种手法 越来越促进了反华阵营 他们口中 全部都是反华集团 个个都反对中国 为什么呢 但是你这么说又不行 他说 这个是造谣生事 绝对没有这种事 很多国家支持我的 很多国家喜欢我的 例如巴基斯坦 白罗斯 数出来有很多个 巴勒斯坦都很支持我的 但是这个问题就在这里了 你继续用这种形势 你看到就是中国的对手 就好像越职越多 也都越来越多这些所谓的合作 的合中连横 这个呢 就是中国外交的一个所谓的破局 自己继续造成这个破局 而大家都说 你继续这样搞下去 越搞就越大单 越搞就越复杂 越搞就越大的问题